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国民小学的名誉校长 老话怎么说来着 进水楼台 先得月吧 看来啊 咱不能总待在这保安团团部 没事 也得去国民小学校 多走动走 毕竟这也是老子出钱建起来的 就是嘛 要是能和保定大富豪结亲 那咱们贺家可就更兴旺了 不过 大少爷 我听说这个上官宴有点古怪 什么古怪 您想啊 一个富豪之家的千金小姐 放着好好的保定府不呆 来咱这个小地方当什么教师啊 这还不无关 好你个何了才 不但利用报仇 害了我一生幸福 竟然还想再害启昭昭歌 真是心狠熟了 那么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卖报 卖报 看袁世凯登机了 卖报 卖报 来 给我来一份 给你钱 给我来一份 我拿一份 好 来 给我来一份 来 我的 我的 诸位 尚风刚刚给我发来消息 让我写效忠表 对红县帝国的效忠表 是啊 自袁世凯登机以来 各地都写了劝禁书 刚才省长秘书打来电话 说这是最后表忠心的机会 如果再不写的话 我的乌纱帽难保了 那县长的意思是 我也拿不定主意 所以 请诸位过来 商量一下 我以为诚信忠是个聪明人 看样子也是个傻瓜 大家都写 你干什么不随大量 将为民国殉葬 那太好了 老子马上去省城活动活动 让你这顶乌纱帽 落到老子头上 我倒觉得这个 可以写 是啊 大哥 这省长市长都写了 其他的县也都写了 我觉得 咱还是不要做这出头鸟的好啊 何团长啊 你说说 哦 这个我不太懂 我就知道县长大人是个有骨气 有节气的男子汉 华天 是 这 这 我 这个 你 我 这个 真是 我 你 我的好县长 我的好大哥 这谁当皇帝跟我们有关系了 枪打出头鸟 咱们犯不上跟他顶着干 你说是吧 对 我弟说了 这袁世凯得了癌症 兴许没几天 他就两眼一闭归西了 他的红县帝国不也就 咱们还是静观其变 有道理 进车 两位兄弟 这是怎么回事 尚风的命令 现在不准挂民国的国旗 统一要换上红县帝国的国旗 是啊 齐兆兄弟 你这是去哪里啊 我刚刚接了一个标约 去验货 这旗子怎么处理 现在没用了 扔了就可以了 既要扔 要不拿给我一面吧 那就给他吧 兄弟 你要这旗子有什么用啊 这个袁世凯啊 我早就看出来他是个乱臣贼子 什么红县帝国 根本撑不了多久的 说得好 说得好啊 好 没事我就告辞了 二位兄弟 再会 走啊 大少爷 您回来了 鸭标标的后已经验好了 都验好了 刘全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挂旗啊 挂什么旗啊 真难看 红县帝国的国旗确实比较难看 把旗都摘下来 大少爷 警察局可说了 家家户户户都得挂啊 把那个旗子拿给我 大少爷这 别啰嗦 给我 快 大少爷 大少爷 警察局可说了 谁要是不挂国旗 那就得罚款啊 我告诉你 我宁可让警察来罚款 也不愿意拥护原氏凯当皇帝 走开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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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们 这个才是该挂的国旗 这都好看 走吧 李老师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国民 袁世凯明明是窃国大盗 可是我们的国民 相关老师 是 就是我们的现实 中国人 被皇帝统治了几千年 骨子里面 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皇帝统治啊 好皇帝 你觉得袁世凯 会是个好皇帝吗 肯定不是 自由 民主 公平 法律 转眼又变成了过眼明明 真是可悲啊 不过 我们也不要这么悲观 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对明天 抱有希望 我看不见任何希望 你 不是要去买东西吗 走吧 好 李先生 上官小姐 这么巧啊 这是 要去哪儿啊 何团长 我 跟上官老师打算去买点东西 买东西 上官小姐也买东西和我说呀 我叫警卫买完东西 给你送宿舍去 好吧 小女子 怎敢麻烦名誉校长大人 这女人看起来还挺嫩的 还是没牛大王的女儿 老子一定要把她娶回家 光宗耀族 任老师 我请你喝茶 好 是陪了 好 好 上官老师 来 好 来 谢谢 好 好 好 呦 这不是上官小姐吗 是是是 你也在喝茶啊 看来 咱们还是挺有缘分的呀 好 我呀 就喜欢跟你们有文化的人聊天 来 聊天聊天 一起聊啊 来 少官小姐 请喝茶 不敢 这话怎么说的 好 上官小姐 赫某之所以出资建立这所民国小学 就是希望柳林县的子弟 能够学习到现代文明 你又不远千里的来当先生 赫某我 当然要敬茶一杯了 赫团长如此慷慨 那小女子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好了 这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哪 赫某的慷慨解囊 竟感动了老天 让赫某碰到了上官小姐这样的妙人啊 赫团长 您这话说的 有点欠头啊 会吗 会欠头吗 上官小姐 赫某对上官小姐可是一见钟情 恨不得马上金屋藏娇 又怎么不妥呢 这种玩笑我不太喜欢 苍天在上 我可以发誓 赫某对上官小姐是一枉情真 若上官小姐同意的话 赫某 马上派人到宝丁贵府去提亲 尚官老师 有话好好说 尚官老师 有话好好说 不妥恐缺 怎么办 直接拒绝他 可是学校还需要自己给他教学设备 不能得罪这个捐助人 何团长 您认识齐昭吗 齐昭 当然认识 那 你们关系好吗 我跟他是结拜兄弟 他又是我的妹子 你说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来 这个茶不错 是吧 尚官小姐 怎么突然提起了奇招啊 没什么 只是 我喜欢他 你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太太 还是我的妹妹 我知道 可是 我又没说要嫁给他 只是 十分欣赏他爸爸 不错吧 不错不错 来 刘老师 喝茶 你们管事的呢 你是干什么的 在下威省镖局管家 叫刘全 上午警局有没有和你们说过 要挂红县帝国的国旗 是 是 是说过 那为什么还挂民国国旗啊 赶紧换了 是 我这就有去挂 慢着 其他掌门 兄弟们也是奉命行事 您和我们局长都是好朋友 别难为我们这些跑腿的好朋友 我怎么难为你们了 这 这 不能再挂了 是不是民国的国旗 就要交罚款呢 嗯 多少钱 一天 两块大雅 有钱 有钱 小的在 先交六十块大雅 一个月之后 再接着交罚款吧 是 是 其他掌门 不是 这 先回去吧 是 好 我 你是真喜欢几招啊 雷老师 我对明天又有希望了 一定要把前院和后院都打扫干净啊 要仔细的 贵叔 好 下去 大小姐 你可回来了 干爹呢 在后花园 大小姐 你这两个月都跑哪去了 老爷都发了好几次火了 好了 贵叔 我知道了 我先去找干爹去 大小姐 请 干爹 回来了 干爹 你生气了 来 吃个水果 现在知道拍马屁了 晚了 清理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两个月干爹心里有多着急吗 说 到哪里去了 干什么去了 女儿出去闯荡江湖 拜师学艺 学武功去了 清理 当初干爹收留你 任你做养女 确实是想让你 给我二儿子当媳妇 你不愿意刻以明说吗 干嘛躲起来呢 干爹 我不是要躲着二哥 我是去报仇了 报仇 那还用你亲自去报 不管是谁惹了我的女儿 跟干爹说一声 我都把它扔进黄埔江里喂鱼 干爹威武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 你有什么仇人哪 你的仇人是谁啊 干爹 我开玩笑的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就想做一个侠女 这两个月我出门拜师学艺 练武功去了 真是孩子气 拜师学艺 跟干爹说一声不就行了 干爹的好天地大戏院 有十几个武生 家里边还有护院 干爹 你也知道 那戏台上的功夫 算是功夫吗 都是些花架子 我是想学真功夫的 那干爹再把以前教你功夫的 那个武师找回来继续教你 别别别别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个人张口闭口 一个武功天下第一的 这出去了 都是些花群绣腿 不顶用 那你找到有真功夫的高人了 不说话 那么说是找到了 为什么叹气呀 人家不收你 干爹 大哥二哥呢 你大哥考上了军校 去广州上学了 你二哥呢 和济师在西院里边 监督济师换布景 清莲啊 干爹从国外 进口了一套魔幻灯光布景 很是精彩 上海滩那独一份 以后啊 别的大喜愿 就再也没法跟好天地大喜愿竞争了 干爹 恭喜干爹 生意越做越红火 要不要 现在跟干爹一起去看看呢 干爹 女儿才刚回来 很累 想先去休息了 以后吧 好 谢谢干爹 这就叫缘分 我有一点搞不清楚 你为什么不报仇了 我一定会报仇的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动手呢 因为我现在还打不过你 等我回去练好功夫 下次见面 一定会找你报仇的 齐昭 不知道我们 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面 大哥 大哥 果胜都军来柳陵县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说得没错 咱们几个当心一点 我看这果胜 这次下来并非武士 好 别说了 都军在哪儿 欢迎都军大爷 走 走 看看 这是什么 王教周刊 这是哪里的 崗州的 洋人办的 这不是奇招吗 这小子这还成了名人吧 你还有心思说笑 知不知道 紫禁城里的皇上 为这件事龙颜大怒 这点小事 不至于吧 你觉得是小事 皇上现在最恨的 就是有人再提民国 这个奇招 公然悬挂民国国旗 还当在洋人创办的杂志上 这还是小事吗 杜家大人 你这次来 不会是专门 为这件事来的吧 你马上下令 抓捕奇招 连夜押送北京 给皇上一个交代 杜军大人 您先喝杯茶 小小气 稍后我就去抓他 信州 我让你抓人 并不是不相信 你和这个奇招 都是御前侍卫出身 我是怕你一时糊涂啊 我是在帮你 实话告诉你 我的人马一到柳林县 就可以立马抓捕奇招 让你抓 是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戴罪立功 杜军大人 卑职 最从何来啊 这件事 以后再跟你说 赶紧去给我抓捕奇招 广听 卑职在 马上叫警察局去威城镖局 把奇招抓来 连夜送到京城 啊 啊 明白 杜军大人 不错 你能舍小邑顾大局 知个可造之才 恩施国家 信州啊 我之所以让你去抓人 就是想要看看 你和我 还是不是同一条性 本朵的话 在你这儿还管不管哟 恩师啊 悲之有罪 还望恩师把你话说清楚 本都来到柳梨县之后呢 先去了趟保安团团部 这会儿啊 贺量财的人马 恐怕已经把齐昭抓住了吧 传议长 快 马上完毕城门 防止齐昭潜逃 是 你们几个给我走 等会儿到的卫生标局 不可大议 他手下的标识都有枪 告诉弟兄们 国有法康格杀勿论 藤总 齐昭可是你的妹妃啊 弟兄们怎么下他去手啊 我也不想下手啊 可是他犯了天条 蒙烟大怒 伙生独军亲自坐镇县阵符 军名如山哪 国者大义灭亲了 出发吧 是 军律都有 出发 是 有围起来 是 医营长到 攻击去 抓人 是 三令长到 上 是 我 客村长 管家 认识我呀 你是我家大少爷的大舅子 我怎么会不认识 认识我就好说了吧 我妹妹呢 大少奶奶在家呢 我妹夫呢 那个 好像是在鸭镖的路上 鸭镖 去哪儿啊 听说他们是 去张家口 什么时候走的 队友两个时辰了 营长 到 马上几个队伍 追 是 怎么回事 何团长 兄弟们 都追 走 走 关门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你慢点 跑什么呀 不好了 你大哥带兵 把咱俩给围了 我哥 怎么回事啊 他是来抓大少爷的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 他只说是抓人 我找他去 他已经走了 他走了 在哪儿了 带着兵 去追当少爷去了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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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小老子 快快快快快 别动 别动 赫团长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 哪儿也不去 我是专程来找齐大掌门的 找我什么事儿呢 齐大掌门这是要去哪儿啊 鸭镖去张家口 只怕你今天去不了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皇上登基 家家户户都要悬挂 把红线帝国国旗 可你偏偏把民国国旗挂起来 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大逆不道 原来是这点小事啊 小事 皇上卢年震怒 打铁关的果胜都军 亲自到柳林县都镇 要押你进京寿陈 识相的话 乖乖跟我回去 快两才 跪也不来 干什么 都想干什么 造反吗 来人 都给我抓起来 是 都给我抓起来 住手 小妹 哥 你是不是疯了 她是我男人 小妹 你凑什么热闹 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赶紧回去 怎么没有我的事儿啊 你要抓他对不对 小妹 这是果胜孤军的命令 哥哥也是上命难违啊 我不管 你要抓我的男人 你就先打死我 你 哎 哥 其中他只不过是挂了民国国旗 这也算是死罪啊 小妹 这是上风的命令 我不得不执行 不过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什么办法 哥 你快说呀 记账 你惹弄皇上 犯的是死罪 皇上如果严加追究 弄不好满门抄斩 为了不让我妹妹跟你受牵连 你写一封修书 马上把我妹妹修了 我可以看在咱俩结拜的面子上 今天就放过 贺团长 你的狐狸尾巴总算是露出来了 你的分明就是假传圣旨 想让我跟玉妖分开 你别做梦了 不管你怎么想 这就是我的命令 我要是不答应呢 你和你的彪尸 一个都别想活 杜军有令 胆敢违抗 格杀勿论 不行 你不能这么做 举招 我给你两分钟时间考虑 小妹 必须去设计举招 马上写修书 我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 今天不为难 马上扯兵 杜军真的要抓他 杜军 信不信不信不你 我这是为了你 更是为了救他 放开一条生命 那如果他写了修书 你放了他 你回去怎么跟杜军大人交代 他现在是我妹夫 我不抓他 那是寻思舞弊 罪上加罪 可如果他已经写了修书到了 那他就只是我的结拜兄弟 那又怎么样 我贺量才为了兄弟两肋 插到光明正大 江湖上行得正 庙堂上说得强 就算杜军大人要坏罪下来 大不了你哥哥 不当这个保安团长 你说话算话 好 我信你 团主 放走钦犯 这可不是开文秀道 你糊涂 现在抓他 老子是他大舅子 到时候少不了手亲礼 等他修书写了之后 这一来 我们贺家 就跟他没有任何瓜董 到时候再抓他 那就是手道擒来 团主高见 备职 佩服 来 玉瑶 你哥到底什么意思 你现在怀的是我们的孩子 别太为难了 大不了老子跟他拼了 当家的不能拼 不兵营的人 马上就会赶过来 有好几百人 为了你 为了这些兄弟们 当家的 写袖书吧 不行 我既然娶了你 就不可能修了你 这都什么时候了 说这些干什么 写吧 不可能 我齐昭 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活着 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齐昭 两分钟时间就要到了 想好了没有 荡家的 快谢了 何良才 我要跟你单独谈一谈 没这个必要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要说的还没说呢 有些话我不方便 当着大家伙说 我怕 又是你我的身份 好好好 我倒想听听你想说什么 走吧 不要 我要跟你哥哥 单独谈一谈 想说什么快说 我可没工夫陪你闲聊 我早就想找个机会 回你好好的谈一谈 咱今天提前谈了 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何良才 你是不是以此为礼 想要公报私仇 我已经知道 你是贺本昌的儿子 你不认识 你说对了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我无时无刻 都想亲手宰了你 可没想到 这次你撞到我枪口上了 我爹在九泉之下 也算可以明目了 可是你是否想过 你爹贪末观赢 不管在哪个朝代 都是死罪 所以我从不后悔 救出那帮大大小小的贪官 把他们送去死楼 所以你也别指望 这次我会对你网开一面 我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为了正义 为了一些交税的百姓工 为的不是一个人 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别那么多废话 就说你到底是险还是不险 不行 难道你非要等到皇上 满门抄斩的时候 玉瑶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一并被斩碰 何人才 你这么做真的是为了玉瑶好吗 你这样分明是公报私仇 不顾你妹妹的幸福 你明明知道 他想要跟我一起过安稳的日子 谁让他当初不听我的话嫁给你的 就是因为听了他的劝 我才让自己努力忘记 你抢走银凤的事情 要杀你 有时机会 可命运相报 何时留 记者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杀 我明确告诉你 为了报仇 我可以不顾一切 你别逼我害自己妹妹 你 你 我怎么了 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 乖乖把修书写了 放玉瑶一条生路 也放给自己一条生路 你跟我哥谈得怎么样了 谈崩吧 谈得很好 齐大掌们为了不连累你 答应先修书 齐大掌们 写吧 当家的 谢了 玉妖 你没犯错 我去 当家的 你放心 等风头一过 我就回齐家 我这辈子 都是齐家的人 谢了 玉妖 我也去你了 他来 herzlich 이트 谢谢 饿 谢谢 hora 来啊 再给我抓起来 是 干什么 喝了才 老子就是要置叉于死地 喝了才 你说话不算数 你答应过我了 他写了宣说你就放他走 营章 到 把大小姐带回去 是 营章 快乱才 你要是不放了他 我死给你看 别 营章 别胡闹 先把刀放下 咱们有活好好撞 你识得要命 你受得起吗 营章 别冲动了 放了他 好好好 全地动摇 手臂回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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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伤的 平衡 不 自焕 是 大伤的 我们 这次等我鸭镖回来 他还是一样不会放过我的 那咋办 我们先去黑风铃避一避吧 大众 出发吧 兄弟们 出发 好 走 大少爷回来了 大小姐 管家 去 给大小姐准备饭菜 这儿 我这儿就请 小妹 听哥一句话 明天就去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何良才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出这种话 你就是一个畜生 我是不会让你在贺家把这野种生下来的 我是明媚正娶的 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野种 贺玉瑶 齐昭已经把你给休了 你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怎么休的我 你比谁都清楚 我今天把话说明白了 我生是齐家的人 死是他齐家的鬼 你烧到我肚子里孩子的主意 我一定会死给你看 我 来人 唐总 把大小姐押回房间 门口站双杠 日夜两半坚持 不许大小姐出门半步 唐总 要监视大小姐 没听见吗 这是命令 是 放开 大少爷 这又是打的了 管家 去找个郎中来 把大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给我打掉 让大小姐打胎 大少爷 这可是伤天害理的事啊 怎么着 我现在说话不顶用是吧 顶用 我马上去 马上去找郎中 什么 追错了路 没追上七招 是 废物 春菜 堂堂保安团 连个走标的平头老百姓都抓不住 郭家亚你有什么用 报告独军大人 柳陵县保安团军费 一直没拨下来 保安团从城里到现在 都是卑职贴的钱 混账 还敢跟我要钱是不是 卑职不敢 不管是花谁的钱 只要给老子穿上这套军装 就要服从军令 老子今天就在这里待着 什么时候抓到七招 什么时候再给你剥军费 卑职立刻下令 保安团全体出动 奔兵追击 一定把七招抓回来 老大 里边请 怎么样老大 漂亮吗 老大 快看 这山上还有点冷 你带着弟兄们 都拿着柴火 别让大家冻着了 老大放心 我们后院柴房有的事 一个钟头 就能准备够 老大你看 你看这座上 原来有张狼皮的 到时候散伙的时候 也不知道被哪个家伙给刺吞了 那这山上有没有老虎 老虎 那都没有 不是大黑熊 倒是有人见过 嗯 好 等有时间 去山上带一只黑熊 把那黑熊皮给弄过来 那感情好 老大 咱们黑风里 又可以重新开张了 好好好 大长班 我回来了 你去县城回来了 去过来 悄悄的见了常庆忠 他怎么说 他说 那个果胜 逼着贺两财 一定要抓到你 要把你送到京城去 老大 你真的还不屑 咱们在黑铺领待着 天后皇帝园 叫他干得点 话是这么巧 可是我们这里 才十几个人 十几条枪 没有粮草 没有弹药补充 他们保安团 随便派一个营过来 只要把前山后山 两条道一堵 那岂不是都困住了吗 那 那怎么干怎么办 先下树为枪 老大 要打县城了 那太好了 这回 咱给多抢几个妞回来 打你个头 还在做梦 那个大少奶奶怎么样了 大少奶奶回了贺家之后 就一直住在家里 听说被贺两财关起来了 这贺两财真是心狠熟浪 连从小以前长大的妹妹都不放过 这次 真是苦了大少奶奶了 都是她逼我写的什么羞书 我知道那都是为了我好 等到这件事情过了后 我得好好地补偿她 大龙 你马上到县城 再次去打探一下 大长安 打探啥 过来 嗯 好的大长安 我马上去吧 嗯